一位來賓用清香向神明祈求 繫里溝公園順利啟用 保佑在地社區民眾平安健康 大二節文化基金會表示 為了巡迴早期農村景象 同縣河畔生態環境 因此向水保局爭取經費 並獲得水利會的同意 以及仙府公所的協助 還順利打造製作小公園 並且透過小小的瞭望台 欣賞到在地的農田景色 發現很多 我們過去小孩時代 很多的生活空間 逐漸在社區裡面消失 尤其是那個震高 因為做成優先 甚至看不見了 所以我們就是希望 透過這個農載計畫 能夠重新把那條清潔的水溝 那個清淨的水溝 重新把它找回來 那我們就快點 我們在三星社區 其中令人感佩的是這位張赤甫先生 不但提供自由土地 還參考其他運動公園 自費設置許多體健設施 提供大眾來運動身體 感覺整個腰 我們平常都是向前彎 做這個時候是整個向後彎 這個就不會頭背 整個脊椎都拉起來了 一節一節的把它拉開 這個地方是多一個在地的一個很生活上可以使用到的 而且當地的那個住戶 我們對面的住戶 他很很樂意提供這樣的一個公益空間 還有加上在地的地方 做了這樣的一個設施 尤其他是有健身的 尤其在現在疫情的起勁 當然是一個最好的一個場地 因為我覺得說我們這裡的鄉客人 都農村一直都在這裡散步 都沒有一個比較好的運動 我就想說應該我們這裡應該要提供 比較好的運動 讓這裡的食材 你每天來做運動 你的比例子就比較好 所以這裡的名字 包括那些腳筋 柚子那些來說 那筋 筋子上一層 有一個公所也表示 將編列經費用於溪底溝公園的維護管理 提升民眾來這裡休閒的意願 而今天的公園啟用 立委議員代表跟在地的民眾 也來加速 營造更多綠化環境 宜蘭新聞記者張麗玲 採訪報導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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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一下